就你真的不要觉得说来蹭我会有用 你来蹭我这边你只是会 就是求掉而已 真的 请民进党各位不要以为用这种方式来蹭我会有用 真的用处不大 因为最后的结果就是会被我狠狠的羞辱一番 这么可怜的这个赖清德 有没有人来帮他呢 是有的 可是我觉得这些人的素质呢 都非常的低 就是我觉得台南真的 可能明天有长期的执政 然后地方的生态又是很多声音发不出来 所以说他们的民进党的 我觉得他们的议员 好像他们的议员跟议员的老婆 好像出来讲话都会让大家觉得 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就是非常的好笑 所以这有点像 我那天好像在跟波及聊天的时候就聊到说 就像是为什么这次新竹的 跟高宏安在这种对垒的过程当中 像杨林怡啊这些人那么糗 为什么他们这么糗 因为其实在地方的那种生态环境里面 就是你基本上不需要有太多的问证水平 那也可以就把议员的工作就这样平安的度过 所以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说 很多真的要让这些议员 或是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站在台面上面 帮他们的人去护航的时候 真的是荒腔走板 而且是一笑大方 我要讲给大家听的是另外一个 就是我跟李退之的老婆的这个事情 那李退之呢他其实是云报能源的董事 但是呢他跑去帮黄伟哲选举 然后不断的去攻击谢龙界 大家懂我意思了吗 就是李退之的老婆叫做呢 郭真慧 那其实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不过呢他有一天就突然跑来 就呛了我 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在呛几点的 因为他就是找很 这个事情真的非常瞎 非常瞎 他就叫我呢不要双标 说不要双标 他说这个豆哥 豆哥他也有呢帮这个谢龙界去站台 豆哥也去帮谢龙界去站台 然后呢 但是那个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豆哥去谢龙界的场 龙界他是人在台上 然后他们是就是 就像我们办竞争活动台下不是很多人吗 几千个人呢 他自己就来 然后在台下 他只是出现在台上 然后拍了照片 然后呢 就放在他脸书上还什么的吧 然后这个投入民进党立委初选的 台南市官吕局长郭真慧 前台南市官吕局长郭真慧 他的老公也是搞能源的 他的老公也是搞光点的 他的老公就在云报 云报这家公司 以后整个2024年 会再跟大家去拆解 会再跟大家去拆解 然后他就说呢 为什么你不用同样的标准来监督谢龙界呢 不是 谢龙界已经直白的讲 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然后呢 你也没有提出任何的证据是 谢龙界认识他 就是他跑去参加谢龙界的活动 那你们民进党才应该要检讨 为什么你们民进党党代表会跑去参加国民党活动 这个斗哥王孝伟他可是民进党担任过党代表的人 然后在好像灯会吗 还什么活动 站在黄伟哲跟林讯县的旁边 然后他要跑去参加谢龙界的活动 是在台下离他超级远的 这个有什么 这个有什么双重标准的问题 这当然没有嘛 所以呢我就去他脸书底下呛他说 所以你们没有回答问题嘛 今天他是问说接受性招待人是谁 斗哥他是酒店业者没有错 但他当然也可以选择去任何地方嘛 就你不能因为他是酒店业者 或是他提供别人性服务 他有妨碍风化的问题 你就把他监禁在家吧 不对啊 他今天想去哪去哪 就像他可以做你们台 就是民进党的党代表一样啊 他如果想要去参加谢龙界的活动 也可以 但去参加谢龙界的活动 不代表他跟谢龙界认识啊 你的逻辑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所以我就问嘛 要找朋友的同学到底是谁嘛 啊不就只有陈宗燕一个 还有谁去跑去跟斗哥找朋友的 没有嘛 所以这到底关谢龙界的屁事 这真的是关谢龙界的屁事 所以呢 你看就有出这个新闻就说 这个什么郭真慧 他是因为要选立委跑来蹭我们 但结果呢 整个反而很翻车 我就讲说你写这么大一篇 也没有办法遮掩陈宗燕 接受信招待的事实啊 所以大家都在笑说 我的按赞术 还放他本身的贴文 而且他好像是第二篇了 上一篇好像也是 上一篇是 上一篇我们是战绩是怎样 就你真的不要觉得说来蹭我会有用 你来蹭我这边 你只是会就是糗掉而已 真的 只是会很糗 所以请明镜男的各位不要以为用这种方式来蹭我会有用 真的用处不大 因为最后的结果就是会被我狠狠的羞辱一番 那其实也有朋友跟我讲说 其实你也懒得 懒得理他啊 反正他就是来蹭的嘛 我们也不是不知道 可是我觉得呢 我们今天就是打一个团体作战 你敢去欺负谢龙界 去胡扯谢龙界的事情 你敢去抹黑谢龙界 那我们就是站在龙界这一边的 我们今天就是要帮他做这个站 就算你是就真的是超级小咖的 就我们看也看不上眼的一个要选立委的 在我看来就是很小咖的 那你要来蹭 但是呢 我今天就是做一个 你今天敢去抹黑谢龙界 那我们这一群人就是跟你站到底 你不要以为这样子做会有用 大家懂我意思吗 就是这是一个团体作战 我不希望让龙界他们会感觉到说 被呛了明明是被抹黑的 但是呢却只有他一个人在孤军奋战 我觉得国民党要改掉这种坏习惯 民进党是群狼式的战术 大家懂吗 群狼式的战术 就是不管在什么小事 他们就会冲过去 民进党他就是会一直咬一直咬一直咬 然后呢咬久了之后 可能这次失败了 下次失败了 但咬久之后你就开始会受伤 会咬真的咬到 然后咬到痛的时候呢 那失血 失血过多就挂了 好民进党是这种群狼战术 可是国民党常常就是比如说好 那你看到谢龙界被攻击了 那你想说 哦这不关我 甚至谢龙界的事情 然后就没理他 然后他就一直去 就可能就他必须得回复嘛 因为是他被问到的嘛 那他就一个人然后很孤单 然后呢下一次他们换一个人咬 那个人又受伤 然后每一个人都被他们一群人咬 那最后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伤痕累累 这个我觉得是国民党真的应该要改掉的一个坏习惯 就是我觉得看到党内的 甚至不要讲党内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郭台铭 郭董的事情 不要讲党内 你看到任何你认为不公不义的事情 有人被欺负的时候 不要至少闷悬雪 你要去想说我们要一起帮他 尤其是越不合理的事情 我们就越要帮他发生 我哪怕你这个郭真慧再小咖 你今天你敢去讲谢龙界 我就是跟你占到底 你要蹭我流量也无所谓 因为你最后你只蹭到什么 你只蹭到你的颜面无光 颜面扫地 你就只是呢 非常的难堪而已 这就是很难堪的事情嘛 所以我们要敌我分明啊 我们要很清楚知道说 我们的人岂是可以让你这种小咖随便攻击的 这个谢龙界是我们很尊敬的前辈 也是台南市长跟黄伟哲 打出美好一战的人 未来我一直都讲 如果没有进到不分区立委名单里面的话 而且是安全名单 我觉得今年的名单就是很烂的名单 那像这样子的大哥 他们在前线作战 跟民党作战了这么多年 在台南深绿的选区 被这种小咖咬 不用他咬回去 我们就要先攻回去啦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会去留言的原因 我当然知道他超小咖的 但是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 所以他讲我的我都要回去回 就是为了帮龙界出一口气 帮龙界出一口气 好 然后呢 这个好 为什么我要讲到 这个郭真慧 跟我们今天的独家有什么关系呢 今天我们的独家叫做台南退流潮 给大家看这个图片 图片呢 上面有一个叫做林逸文的人 那如果你去搜寻这个林逸文 你会发现他是台南市议员 邱莉莉服务处的主任 然后呢 他是 这个陈大在南部的 所以他是邱莉莉的人 在他脸书上面 他自己写的 然后呢 但他在2月15日的时候 转发了林智展 台南市副议长 他们就是正副议长 都涉入这个会选案嘛 副议长的脸书文说 智展加油 宣布退流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不是代表邱莉莉 或者是林志斩 他们这一群人 对于赖清德非常不爽 甚至要分手了 那你看哦 邱莉莉的主任林一文 他才写说他们要宣布退留之后 2月15号 那本来跟台南赖系 跟新潮流友好的邱莉莉 跟林志斩 似乎对于赖清德 这次的做法是不满的 所以这个文章 基本就是选择跟赖清德分手嘛 那随后呢 马上就爆出这个陈忠言的案子 所以你看到的是 民进党他们现在赖清德在台南 似乎虽然当天他很屌嘛 就要说站起来 市长站起来 这个会失礼 叫大家都要道歉 可是那天道歉完之后 这些台南的 已经在那里做三大王这么久的人 有买赖清德的单吗 似乎是没有买赖清德单耶 所以他们在这里还说 支持林志斩跟邱莉莉 还说他们要准备干嘛 宣布退流 所以台南会不会因为 赖清德所谓的他们对黑金的问题 然后呢 做的一些改革 他们开始有所谓的退流潮 这件事情是真的可以去关注的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讲到刚才的这个郭真慧 他的老公就是云豹的读董李退之 然后呢 李退之他曾经做台南的议员 然后呢 后来跟着赖清德高升行政院 然后去农委会做副主委 然后呢 这个去做农委会的副主委的李退之后来 他就去做了云豹能源的董事 云豹能源的董事长叫做赖敬林 就是赖平宇的爸爸 有没有发现全部都是新潮流的 有没有发现全部都是新潮流的 所以你看现在新潮流 一部分的人就是去吃香喝辣嘛 然后呢 摄入到这些光点 又是光点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讲说 台南的光点的利益背后 可能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 是我们必须要深入去调查的 其来有志嘛 所有人都跟光点有关系啊 你看不管是 现在退流是现在不爽 可是之前他们跟光点有没有关系 这个也是让大家很好奇的嘛 新潮流跟云豹能源之间的关系 再看到在台南重点的这些 包括郭再清的88强案 再包括这个台南的政府议长会选案 再包括李退之 李退之在整个选举的过程当中 都在帮黄伟哲攻击谢龙界 你们只要去搜寻李退之谢龙界 你们就可以找到很多 他抹黑谢龙界的事情 所以云豹能源的读懂 他还有空跑去帮黄伟哲服选 然后去攻击谢龙界 然后呢 他的老婆在现在说要选立委 然后呢 写一些阿利布达的东西 给大家看笑话 然后呢 帮赖清德去护航 但与此同时 台南是乱的 像林奕文这样子 跟着邱莉莉跟林志展的人 他们可能一次 对赖清德的处理方式不爽 那他们呢 就希望退流了 所以这个是要告诉大家的是 台南的最新动向 所以大家知道 我们在台北很多新闻 可是有一些事情 真的是要在地方上面去打听 去探听 才能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我们今天的独家 再讲一次我们今天的独家 替大家做一个重点整理 第一个是小咖郭真慧 他虽然本身是超级小咖 但他的老公是云豹能源的 独董李退之前台南市议员 然后呢 还去过农委会做副主委 跟着赖清德 他们就是赖系的人 在选战期间呢 还跑去帮黄伟哲抹黑 这个谢隆界 这一群全部都是光电邦 全部都是再生能源邦 所以你就想 从李退之到正副议长会选案 到郭再卿的88强案 为什么全部都跟光电有关 背后利益到底有多大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事情是 第二个事情是 林逸文 林逸文是邱丽丽服务处担任主任 他自己脸书上所写的 在2月15号的时候 分享了林智展 也是涉入这个会选案 林智展副议长嘛 说智展加油宣布退留 所以看起来邱丽丽丽跟林智展这一派 对于赖清德目前的做法 似乎是非常的不能买单 所以赖清德似乎在党内 还是碰到很多地方上的问题 是没有定于一尊的